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用豆腐和肉馅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很多人没有吃过哦 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洗净的前腿肉 先把肉切块,也可以直接剁碎 然后把肉块放入绞肉机里 再把拍碎的生姜汁挤出来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几秒钟就可以把肉块打成肉馅 这样比较节约时间 然后把打好的肉馅放入碗中 加入盐,少量白糖,少量胡椒粉,鸡精 三勺生抽,一勺蚝油 然后把调料搅拌均匀 腌制备用 下来把洗净的韭菜切碎 切好后装入肉馅碗里 先不要搅拌 接着准备一大块洗净的老豆腐 先把豆腐翻面,切成三等份 再从正面一分为二 再切成块 再把豆腐均匀的摆放整齐 然后用小勺子或勺子吧 在豆腐中间挖一个小洞 把多余的豆腐取出来 放入另一个盘中备用 一直这样把剩下的豆腐全部处理好 下来准备一个鸡蛋 把蛋黄和蛋清分离 然后把挖出来的豆腐倒入纱布中 挤干豆腐里的水分 放入盘中 再把蛋黄倒入挤干水分的豆腐里 用勺子把蛋黄和豆腐拌匀 加蛋黄的原因是 让做出来的成品更漂亮 下来就可以把肉馅和韭菜拌匀 然后把拌匀的馅料取一块 装入豆腐里 这样做肉馅和豆腐馅完全结合 超级下发 最主要的是零厨艺 也可以完成的一道拿手菜 肉馅全部装入豆腐里头 再把肉馅的表面整理平整 把刚才拌好的蛋黄豆腐渣取一小块 把肉馅的口分住 这样煎出来的豆腐不仅好看 肉里的汁水保留的更完整 全部处理好后就可以开始煎豆腐啦 锅热倒油 再把油刷均匀 油热后转中火 封口处朝下 顺着锅边把豆腐放进去 因为锅中间瘦着比较快 期间一直用中火慢煎 不可以用大火 否则底部容易焦了 中间肉馅也没有熟 期间可以挪动锅边 瘦着均匀一些 让底部的颜色一致 煎至底部成金黄色时 用筷子翻面 煎另一面 每一面的煎至时间有五分钟左右 这样煎好的豆腐可以炖着吃红烧或蒜火锅 味道鲜美独特特别好吃 我老妈每次都会做很多 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随吃随取特别方便 同样挪动锅边 让底部收着均匀 最后煎至豆腐底部成金黄色后 就可以关火 装入盘中 好了 这个酿豆腐就做好了 下来分享这个酿豆腐的一种吃法 碗中加入一勺白糖 三勺番茄酱 搅拌均匀 练准备 半碗多的清水 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锅中不需要倒油 把酱汁倒入锅中翻炒 再倒入多一些的淀粉水 加入适量盐 搅拌均匀煮开后 再放入煎好的豆腐 然后把汤汁浇在豆腐上 用中小火焖煮五分钟 五分钟后 豆腐里的肉馅完成熟透 再次把料汁浇在豆腐上 让它吸煮汤汁 再撒上葱花点缀 就可以关火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鲜嫩多汁 裹满酱汁的豆腐更加的美味 舀一口满满的肉香 混合着豆腐的清香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过年用它来招待客人 绝对个个会点赞 口味清淡也特别适合小孩和老人吃 吃辣的朋友也可以放入辣椒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 点赞 点赞 评论 转发哦 感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